何宜的话 作者 青年 录音 美龄 制作 栗三 前阵子读到一宗有关一位前线医生 写带着仅六岁的孩子 双双跳楼轻声的报道 当时愤怒 悲伤 焦虑 激动涌上心痛 我的心感到疼痛 惋惜这位年龄才35岁 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 也逃不过周遭的压力 而走上不归路 这位医生是疫情防控期间的前线医生 他每天穿着厚而重的防腐衣 不吃不喝长达六个小时 为病人进行气管插管 上呼吸机和血液进化治疗 陆续不停地工作 据说他在亲生之前曾与太太发生矛盾 我觉得这只是片面的报道 不应该把家庭矛盾作为他亲生的理由 更不该把矛头指向太太 是否有人站在太太的位置上 感受他的孤单 试错 即无能为力 当他每天看到丈夫焦头烂耳 不分皂白地为病人治疗 他的担心谁能体会呢 我们不清楚他们夫妻间的矛盾是何时开始 也不清楚他们是否为所面对的压力寻求帮助 我认识一位朋友 就因为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原因 家庭的经济开始出现状况 再加上朋友一直在旁述说老板的不是 说服他一定要找过好的老板 这一番话让这位朋友感到处在两难之间 开始有忧郁的情况出现了 他晚上不能安睡 只想着怎么样跟老板持字 而且又担心找不到新工作 作为朋友的我们 如果能在这个时候说出合一的话 那肯定不会再加重对方的压力 沟通需要技巧 它是一门技术 一些话从口里说出来可以暖人心 但相反的一些话可能造成伤害 我们不清楚那对夫妇的沟通出现什么问题 夫妻发生口角是很平常的事 但如果带着情绪 说出来的话是发泄心里的愤怒与不满时 最好是安静 不说话 出去透透风 等情绪平复了 再来谈也不迟 作为朋友的我们 你有监察 自己说出的话是否会暖人心吗 不要像小的罗巴 到处劈里啪啦分享自己的见解 伤了人心还不知道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 如果你过得犹如往日 生活没有因疫情而影响 那我要祝贺你 但请你不要以为周遭的人 与你一样 多注意旁人的感受 特别是与我们最亲密的家人 智慧书圣经里有这样的教导 一句话说得合一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 愿我们都来学习怎么样在合一的时候说合一的话 因为合一的话不仅能带给人安慰 同时也能带给自己力量 去面对当前的压力与困难